1973年3月,邓小平恢復工作之后, 辅助身严重病的总理周恩来, 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出席重要国际活动, 接待来访外宾, 成为中外触目的中国政坛焦点。 当然,邓小平复出, 而且地位越来越重要, 对于文革派来说, 构成夺取政权的最大障碍。 于是,文革派全力动员 手上所控制的舆论工具, 成立写作组,批判组, 鼓追批林批孔, 酸扬愚法斗争。 文革派强调, 中国历史上, 自春秋战国以来, 凡是专于反法的, 都是埋国主义的, 所有专法反愚的, 都是爱国主义的, 我们党内就出现不少愚。 批林批孔的重点, 就是批决党内大愚, 现代大愚, 革命群众必须反击, 复辟回照。 不过, 毛泽东对于挑动民众的激情, 已经失去兴趣。 七四年七月, 毛泽东透过中共中央 发出通知, 规定批林批孔运动, 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 不要搞跨行业, 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不要搞扩大化, 规定陆、海、空军部队, 在批林批孔运动之中, 一律坚持正面教育。 七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 向江青等人提出告解。 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 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 你要注意, 江青同志, 其他人对你有意见, 但就不敢当面对你说。 你一定不知道, 你开持了两间工厂, 一间叫做钢铁工厂, 一间叫做帽子工厂, 动不动就和人戴帽帽帽。 不好了, 真是要注意, 你两间工厂都不要再开了。 江青代表我, 他代表他自己, 总而言之, 他代表他自己。 江青, 张春田, 黄红文, 姚文元, 总是搞中派活动, 你们要注意, 不可以搞成四人小中派。 毛泽东这番说话, 后来被笑为将江青等人称为四人帮的来源。 由于毛泽东的告解, 江青等人的公开奪权活动稍为修炼, 不过仍然暗中保处。 1974年十月初, 毛泽东透过中共中央 发出明年年初 召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召开四届人大, 最重要的意义 是将经历文化大革命重创的中国政局 重新纳日正轨。 今次的晨周五十年, 将焦点带回来中国大陆那里。 因为之前我们又讲过香港的学运问题, 讲台湾, 讲香港的反贪污、新运动等等。 这些事都是差不多同时期发生, 都差不多进入到70年代的中期。 但是大家比较注目的一件事, 就是到了75年前后, 中国文化大革命可以都叫做落幕。 差不多到一个阶段性的时刻了。 如果从人的部署上, 可以看到是元老回朝, 但是始终需要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定调。 这个反映了在当年四届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 刚刚是1975年初一月十三日正式开始。 因为这个人大代表就是代表着一个当时的政治开始重新纳入常轨。 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的折腾, 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乱七八糟了。 而且在当时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省、市、企业单位等等, 因为在文革派的牵动底下的权力斗争已经有大换班的趋势了。 后来又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影响之下, 令很多已经靠边站的高层的干部逐渐回朝回到纲位。 这个过程我需要有一个所谓法理上的体制上的确认。 这个体制上的确认, 毛泽东就认为应该召开一次所谓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通过这个人大, 来令到这个已经逐渐重新纳入正轨的一个国家事务, 是确认起上来。 当时出席的人数都相当多, 达2800多人多。 除了各级的官员以至代表之外, 也牵涉到比如说少数民族, 是一个国有代表的。 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广泛性, 亦是被认受性最高的一个决策机构。 所以这次的事件, 正如张英偉国先前所说, 牵涉到一些体制上的事情, 因为文化大革命, 以至更之前的一些争拗和问题, 都和体制上有关。 另外就是人事的布局问题, 因为当时在西方世界, 即大陆以外, 包括香港, 台湾, 或者欧美等地, 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经过这个, 譬如邓小平复出, 中国的政坛里面出现了所谓温和派, 或者叫务实派, 以及激进派两个体系之间的争词。 而这两者之间的争词, 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点呢? 亦都需要在体制里面, 通过人大的决议, 来重新解决。 除此以外, 1975年, 先前所说的就是文革的尾声, 中国亦都经历了接近十年的波动, 很多事情要重新纳入正轨, 与此同时, 亦都有一个很大的需要, 就是一个新的工作报告, 对于未来日子, 如何重新安排呢? 这次世界的全国人大, 亦都讨论到。 是的, 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 是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呢? 周恩来已经患了末期的癌症, 当然啦, 当时外面的人, 很少人知道的, 但是党的高层, 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 换句话说, 周恩来在患了末期癌症之后, 究竟他继不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呢? 就算他继续担任, 他实权交到谁的手里, 都是很重要的。 而政府工作报告, 就显示出周恩来, 在他对未来中国的政治路向, 治国方针的理念, 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治国方针? 是否像毛泽东先前所说, 越乱越好呢? 是吧? 或者要做一些叫做, 人民群众再次煽动起来, 作一个斗争, 例如批林批孔, 这种过激的行动, 是否继续下去呢?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周恩来就提出了, 所谓四个现代化的观念, 包括经济, 军事等等的现代化, 所谓四个现代化, 后来就成为了, 所谓务实派,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 一些领导人的方针, 先前周恩来所说的问题是, 存在着激进派, 和一个务实温和派, 所谓的激进派, 我们可以想像到, 后来我们称之为四人帮的一众, 依然是继承着, 以政治运动做骨幹, 做主线的政治路线, 而务实派, 希望将中国重新, 走向一个建设的路线上, 而周恩来的目标在哪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事实上也是一个务实为主的人, 但是, 要贯彻到他的务实路线, 必先要在人事布局上搞得清楚, 因为激进派, 固然大家知道了他的可怕之处, 但是, 他们依然占据着一些重要的岗位, 好像先前我们所说的, 包括在体制改革上, 当时掌陀者, 在宪法上修订者, 其实在这个四届全国人大里, 负责的是张春桥, 他依然是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 这个固然背后存在着一个张力, 但也不能太明显地, 将一派打下去, 一派捧上来, 免得构成那个决裂, 事实上, 毛泽东也不想这样做, 所以毛泽东在这个四届人大召开的时候, 他自己就避了席, 其实也不在北京, 就去了这个长沙, 而在世界人大召开前, 这个所谓的激进派, 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四人帮, 或者所谓的文革派的人, 就做了很多动作, 例如, 他要扩大这个所谓批林批孔的声调, 在全国能够掌握的一些传媒媒体上面, 大使攻击很多所谓回朝的人, 将所谓的历史事件, 作为他们批判回朝派的一些借口, 例如, 捕这个女后, 捕这个法家的人物, 就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来, 这个法家是一个代表先进的, 而儒家是代表落后保守的, 而这个儒法斗争, 在长期的中国历史内, 占着一个政治斗争的重要地位, 而儒家是代表一个丑恶负面的人物, 希望全国的所谓激进派的人, 都能够所谓反儒来扬发, 这种观念, 就不止在传媒里面出现, 而且文革派的人, 在大学里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 例如, 我们后来在北京大学, 受到很受人非议的一个组织, 叫梁孝, 所以梁孝就是一个化名, 原来江青和张春桥等人, 就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 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 替他们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激进的言论, 所谓专法反儒, 或者提倡所谓以法治国, 来打击所谓现代大儒, 这种这样的言论, 是通过这个写作班子, 四维去宣扬, 这个写作班子里面有很多著名的人物, 包括当时哲学大师冯有难, 都包含在里面, 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 包括历史系的周一良, 等等的人都在所谓的写作班子里面, 有年轻一辈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到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了, 可能已经退休了, 而这些人在北大和清华, 曾经因为协助江青做过这些行为, 长期以来都受过审查, 不过后来已经没事了, 譬如周一良后来做历史系主任, 但是这样的影响是很巨大, 因为在学生里面, 在传媒里面, 在整个社会里面产生了一种比较恶劣的影响, 其实这件事, 我想张卫国在北京读书的时候, 比较长的事情, 都是要问一问你, 因为先前你所提及过, 都是客客有名的文化精英, 都是近这几十年里面, 中国在民史戒界影响比较大的人物, 而他们加入这个队伍, 其实背后的因素是牵涉到一个政治的角力, 还是本身这群人, 他们事实上, 亦都是对江青这种讲革命的, 讲运动式的政治, 真的有多少的相信? 很难说, 因为我听周一良说, 周一良本身, 我跟他很熟, 聊过一些, 他当时都不太清楚, 政治背后那种的含义, 只不过, 因为当时全部都是党员, 党中央有一个任务派给他们, 将他们送到北京大学最北面的, 在围场旁边有一个招待所, 叫北招待所, 北大人一般叫北招, 组织了一个写作班纸, 将这些人住在里面, 日写日写, 日写日写, 然后由中央派一些人, 所谓中央, 即是张春桥、江青, 所派来的代表人物, 指令他们要写什么, 然后找材料替他们写, 譬如他要歌颂旅后的正绩, 统度立即, 立即要四围找书, 四围找资料, 来将旅后的形象正面化, 来写出来, 譬如他要写一些有关的潮戳, 来反对繁镇, 于是要根据这些资料, 写一些论文, 然后不断地扩大引申, 认为潮戳这种行为, 是一种专法反馀的斗争, 因此在一些学术刊物, 在传媒在报纸上, 都大肆刊登, 而希望借着这些东西, 引起社会上激烈的讨论, 很简单地说, 调子我定, 材料我帮你玩, 你要写, 我也要你的名字, 就是这样做法, 我们有时回手看一看的时候, 可能会说一句很风凉的说话, 批评当时的人, 说你骨头不够硬, 但实际上,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 高度的潜陣下, 有很多人都身不由己, 周一良先生, 后来写了一本回憶, 叫《不景是书生》, 即是说我当时, 无论如何, 我都是坏鬼书生一哥, 我有什么能力, 跟现实政治来对抗呢? 有这么庞大的机构, 这么庞大的建制, 唯有这样做下去, 所以后来, 他也不是很忌諱, 都愿意说出来, 但有一些曾经参加过, 梁校组织的写作班子的人, 是很忌諱的, 不太好意识说, 当然他本人不太好意识说, 我也不再说, 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界来说, 都是引起一种波难, 不要理会写作班子, 毛泽东发现了江青这种行为, 是对权力有过大的欲望, 希望通过这种批斗的言论, 压低周恩来, 甚至压低回朝老干部的声势, 毛泽东感觉到不对路, 所以在一次政治国会议里, 毛泽东曾经当面来批评江青, 说他是搞四人小中派, 搞四人小中派, 令毛泽东对江青的看法有不同, 令江青在这件事里稍微修炼, 至此我们看到, 毛泽东对于江青那种野心, 其实已经是心中有数, 但正如先前所说, 不可以马上构成一个新的张力, 以至破裂, 所以唯有在人事布局上, 世界全国人大要想办法, 将两者的力量找到平衡, 如果我们单从人事布局, 多多少看到, 总理一职, 依然由周恩来负责, 但在副总理上, 似乎有一个很微妙的安排, 我们听得出的名字, 邓小平, 很清楚是这个务实派的人, 而李先念, 这群代表了旧会朝的力量, 但这个张春桥, 依然有一个位置, 希望构成一个平衡, 很多人都认为, 他跟文革派有密切关系的华国锋, 由公安部长, 已经晋升为副总理, 另外有陈永贵, 所谓大寨农民出身的人, 纺织工人出身的吴桂賢, 这都是一些所谓, 在文革派心目中认为, 是一种所谓代表农民工人阶层的人物, 另外在职位上, 大家很熟悉的文化宣传项目中, 在体育上被装作工, 都是跟文革派有关系, 居民有一个说法, 就是江青和张春桥等人, 在上海训练了一班工人阶级的准备干部, 这些人有几百人之多, 随时准备做科长, 副部长级的人物, 但这个计划成不成功呢? 就要看毛泽东是否看头, 所以在这个四届人大里, 有人曾经说是一个很激烈的斗争, 是周恩来和江青之间的激烈斗争, 亦都是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想组织一个文革派的内阁, 要打倒周恩来逐渐逝去的势力的一个斗争, 可以这样说, 其实就是部署的一些叫装脚的东西, 所谓装脚的东西, 其实上海所培训的几百人, 其实他们会是一些中高层的干部, 随时是入住中央, 霸佔一些重要的位置, 到时如果他们祖国成功的话, 变成了在上, 统治精英层将会由他们垄断, 法号司令, 政策大方向, 就会由江青一众去负责, 但是在他执行上面, 他在各级已经有装脚, 是可以将他的政策由上至下安排下去, 所以这个想法, 其实你都看到他们的造反, 都是相当周长的, 是啊, 但是当然这个老干部, 不是我们所谓的善男信女, 他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军队里面, 尤其是在经济的领域里面, 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世界人大出来的结果, 令江青很不满, 而江青就要不断地想借很多事故, 来打击这个所谓武实派的代表人物, 在这个打击的过程里面, 出现了一些争执, 所以这个世界人大, 事实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历史转治的关头, 关于这个四大, 其他的工作计划的内容, 以至后来的一些整顿有关的措施, 以及刚才张卫国所说的, 就是两者之间, 两个派别之间的再较量, 我们留待下一次再和大家详细谈, 拜拜! 下次再见!